還在去提升很多 就是他可以去做 他可以不用擔心所謂的 好 這畫面太驚人了 我不禁肅然其境 是我們剛才聊到雷子 咪咪彈使用的冒凱 冒凱也是現在這個版本上路 還蠻OP的一隻英雄喔 這邊KASA繞到了一個 視野盲區 看起來這一邊是要來一波 二打二了 KASA先在右側 咪咪彈先綁了上去之後呢 KASA上去 閃現 BOBO閃現逃脫 這一邊 拿到了手術 一換一 派山上掉 要躲過KASA 閃現也交了出來的情況下 哇這一邊殘血逃脫喔 這一波交換我覺得算是 還 就兩邊都 選擇的是要做視野的控制 這邊看起來 KASA六級的格雷夫 又掌握到了一波GANK的機會了 BOBO沒有閃現 有沒有預測到呢 六級 面對的是KASA 首先踏步上來 猛龍過江配合殺一套傷害 看起來他自己一個人就收了掉了 回頭配合大絕 哇 BOBO死在自己的外塔之下 在這邊剛好看到了 半條血量了 閃亮第一個破口 很有可能就 從下落開始喔 對這邊下落 應該在對線上面來講 稍微 已經 後不住了 對 不停地在推這一個塔 能不能順便點掉呢 哇 KASA的紅包不是燒到的人了 這邊Dreamer開啟了大絕 緊接著到的是敵 但是蛇蛇也一個COMBO配合上 這個大絕頂住了這一波的傷害 神電狼全體要撤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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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到這一邊殘血逃脫 哇 雙殺 接下來是Maple了 Maple要來收割人頭了 這邊Dreamer也難逃一死 每步三連殺 這邊其實算是閃電狼埋的一個陷阱 巴龍M17能不能夠順利呢 哇 這個Rush非常漂亮 哇 戴掉了 Machi這一邊煩打拿掉巴龍 這一邊的智商太厲害了 這個是一個有一點刺激 雖然人頭數是閃電狼這邊的領先 可是17真的是 哇 蛇蛇這一邊一個combo 打在Dreamer身上 配合上的是Maple的傷害 右側秘密彈進來TP 配得上守護家園 敵閃線逃脫 哇 這一邊剩下的是Apex還很遠 沒有TP 自有虛弱的Apex 泰山 持著屠路擋住了傷害 牛這邊 哇 牛閃線 但是直接被泰山一個踩空綁住了 但是依然沒有辦法守護住自己敵的性命 退鐵的心就是不要讓你的蛇蠅 哇 鋼蠅有點危險 哇 波波這一邊是有閃線有橘子的 這一邊是直接把命令帶進了塔內之客 原地大絕 配得上是蛇蛇的combo 波波這一邊直接倒下了 那頭又讓Kaza給拿到 不是又讓 是他現在想要控制他的手 他都覺得 這一邊限制住了M17的回防 GP沒大 GP沒大喔 這血量剩下一半了 朗布朗克 這個大絕 哇 炸到人了 但是蛇蛇 一個combo Apex危險了 Dreamer開啟了自己的大絕之客 回頭保護自己的隊友 泰山上吊 Kaza這一邊血量很閃 但是手套的傷害被打了出來 Apex的回頭拉掉 這一邊只掉了一個外塔 閃電狼這一邊 也要對巴龍做一點事情了 喔 TP殘中 TP這一邊 咪咪彈在右側綁 綁 綁是綁到泰山 但是咪咪彈血量現在很殘了 哇 直接要被收掉了嗎 這 這 我覺得是E7處理的很好 說實在話 因為其實看起來閃電狼 剛剛已經是策劃了一個進攻 他會比較難去面對像是冒凱啊 雅莉莎 哇 直接吃了 這真的是太快了 哇 這個才5秒鐘的時間 現在血量剩下的是三分之一 3千多 但是捨得在進去的情況下 Dreamer開啟了記憶的窮精縱盾 擋住了這一波傷害 有秘密彈被卡困綁到的情況下 捨捨大絕也要沒了 Apex這一邊 回頭做追擊被秘密彈綁到的情況下 一個大 大到兩個人 但是頭帶有解掉 這一邊是3打4 1環2的情況 Apex 全要做撤退了 有閃電狼 哇 這閃線漂亮 美波閃線 火酷的這個很難蛛絲 但是敵在右側也收掉了對方的情況下 Bobo這一邊 閃打1被爆打1頓 這個閃線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因為他知道 呃 那個伊麗絲絕對會反身 哇 這個TP漂亮 哇 他真的是Bobo嗎 他真的有點扯欸 他長大了 下路2塔的兵給收掉了 所以閃電狼現在這一邊 直接開啟了這條巴龍 血量5500滴 Bobo連桶子嗎 這邊下去 是沒有打到任何的目標 閃電狼 直接Rush掉了這條巴龍 捨得一個combo 打起了對方 Trimer直接硬身倒下 迷密彈綁到了Apex Apex回頭大 回到了4個人 但是被頭在瞄解 這邊是一波3打3 迷密彈在前排 直接一個綁 綁到了敵的情況下 敵一槍血量很殘 回頭拉掉 但是對方 哇 實在已經是收掉對方一個人了 2打3 Bobo才滿血 但是敵這一邊是要被Maple做追擊了 看起來是難逃一死了嗎 回頭打 哇 這一定 一定 一定跨的 對 擋不住了齁 應該比較難 應該不會要出去吧 Dreamer 泰山 TP下來了 Dreamer現在難逃一死了 泰山直接被經過的情況下 上吊沒有地圖物件 給他下來 這邊秘密彈 守護家園配合上了是自己的 會技能 但是直接被順利的 西威爾的護盾給抵消掉了 現在這一邊是一堆超級小兵要進來 剛剛開了自己的大絕 這個大絕交在這一邊 看起來M17是難打了 哇 閃房 反彈了Apex Dreamer回來 五下 開啟了雄心縱盾 幫助Apex打擊掌傷害的情況下 蛇蛇進來 combo 哇 Dreamer倒下 Apex也倒了 現在剩下兩個人員 要Endgame了嗎 應該是要結束遊戲了喔 現在的判斷非常漂亮喔 因為剛剛在上一波開戰的時候 Apex是攪出了自己閃現 閃躲冒凱的那個 呃 W技能 所以其實他們是知道中路是沒有閃的 對 現在是Dial來做防守 但是Casa又被塔給射死了 哇 Casa終於倒了情況下 但是 波波還在 波波 先安排了Casa要來處理這一條小龍 這是閃亮的第四條小龍 哇 這個蜘蛛被開到了 哇 這個蜘蛛比爆 把這個牛活活給爆死了 那這樣的話 就 這個巴龍 有一點點危險喔 這邊E7應該是要 鐵了心 拿這條巴龍 鐵了心要拿了喔 明明在裡進來了 Gamplank也TP下來情況下 Dreamer倒了倒千 有放出一個大絕 Baron現在剩下兩千四 Gamplank在原地開啟的大絕情況下 哇 M7倒了兩個人 但是拿到巴龍 NL血量很殘喔 殘疾逃脫 POP了自己心魔鏡的傷害 跟瞬步 DASH之後回頭拉掉 ABS血量很殘 Meple竟然收割了頭 三連殺 格雷夫 哇 這邊我覺得 E7有一點點處理的太急了 剛剛可以看到敵直接衝去 有問題喔 KASA還在這一邊 秀 賣了個萌 然後這一邊 恭喜閃電郎